大家好,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6月23日星期四 今节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纽西兰不来仔聊天,伊德台仰 大家好 还有旁听的小白红社长,纽西兰Raymond Wong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大家做安不安,晚安,全日安 好了,请大家记得赞我们的视频 最重要是帮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静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天在立法会上看到这件事挺搞笑的 其实我们也看到博恩局局长邓炳强出道至今 我都觉得他是能言善变,处变不惊 对于今天在立法会上 会不会是因为三个字令他轻轻? 是什么? 可能因为我听到这句话不太熟 很多人都不明白什么一回事 这三个字是什么呢? 是圆宇宙计划 哇,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看到邓局长也答得有点资议议队 也是叫首次 哪位议员这么厉害,这么猛料呢? 那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兼立法会议员 是新来的,新钉 他有新钉 这个人,人称元宇宙议员 哦,全名是这样的 是元宇宙议员吴杰 他很厉害的 说得叫做元宇宙议员 当然有些元宇宙议员 对吧 有个元宇宙议办 是呀,他真的弄了 很厉害的 他议员有很多部门 很可笑 整个很广阔的 本来特区政府给他的资源和议办 只能够某个空间 因为租金的问题 现在就厉害了 在元宇宙广阔无边 是呀,好像整个城市 他的议办是很厉害的 几栋大厦都在这里 可能整个立法会大楼这么大 再大一点都可以 为什么突然会提起元宇宙呢 还有,现在的立法会员 也有很多不同的提议 或者有些什么 是否应该要立法去规管一下 我听到这个也有点害怕的 发生什么事呢 某程度上他也是想要学内地 因为看到内地方面 有严谨规管网上世界 以及监管网上的颜色资讯 其实香港也有的 不知为什么他们又说要学内地 特别是一些未成年的人士 会否接触到一些 网上有颜色的物品 或者资讯等等 所以这位吴杰庄议员 他就说政府是否应该要访效内地 立法保护儿童和青少年 免受网上的性骚扰 或者网络欺凌 他有一个更加害怕人的建议 这个很厉害 他说要立法规管一下家长 为什么呢 规管一下家长 是的 我们经常有一句说话 或者有些电视广告 政府的宣传也有说 切勿独留子女留在家中 然后又拍个羊娃娃 是不是掉下来 看到吗 有对父母说 我们先出去 然后父母就在地上出来 然后小孩跌了羊娃娃 一声跌下来 然后回到家 抱着女儿摸摸她的头 这个广告说了很多年 我们小时候看到大 都记得了 不要独留子女在家中 好了 随着元宇宙和网络世界的兴起之后 这位吴杰庄议员就说 要立法规管是什么呢 独留子女在数码世界 都是犯法的行为 哇 这么大人 如果坐在他旁边 我坐在我儿子或女儿旁边 但他自己一个人去了元宇宙 那我也犯法吗 哈哈 我坐在他旁边 怎样叫做数码世界呢 我就在想 数码世界的定义很广 是的 举个例子 假如小孩在玩一些网络游戏 吃鸡 例如吃鸡 吃鸡里面有100个参赛者 父母也不在小岛上大决战 100人 到时警方看到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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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岛上大作战 你看着在小岛上被人打到一坑一坑都可以 你看看他 这个违法行为要你坐牢 拉我妈妈 拉我妈妈 打起我妈妈 会不会 如果这样成立的话 他所提议成立的话 所有父母都要陪着小孩打机 哈哈 要进入那个时空 哈哈 即是Minecraft那些 你要陪着小孩在那里嘟嘟嘟嘟嘟嘟嘟 有个情况是怎样 有些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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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它現在掉進minecraft 你瞧瞧瞧瞧瞧瞧地底有水湧進來 它爆了一個湖 湧進來 你看看水浸 這是違法行為 很厲害 這個慘了 違法行為 到時家長怎麼辦 不能夠叫一個人去玩這些遊戲 他便要置身於數碼世界 這麼危險 这样的情况是无时无刻都要陪着你的子女打机 而不简单来说 有时候小孩偷偷地半夜三间或者在皮斗里面 拿着手机打机 他们进了一个数码世界里面 那时候你睡觉了 那你就大祭了 你就犯法了 对不对 不要太瘋了 瘋得现在人们好像是吵得人笨 是吗 又是一个经典人物 他不结妆了 我觉得他很厉害 那就厉害了 现在的议员这么奇怪 我们再说一说 究竟他再补充虚拟世界是怎样 他是这样说的 他的逻辑和理论是怎样 因为这些虚拟实景的游戏 实在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但是有外国的元宇宙程式 是会被一些未成年的人士 进入了元宇宙里面 因为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有一些颜色的场所 甚至乎透过这些 元宇宙 可能带着VR镜子 整个东西放在眼前 对 他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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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上下揮动 那是什么呢 原来他进入了一家这样的店 还说在网络上 他进入了这些店 进入元宇宙成人商店 原来是不需要核实他的真实年龄 开发商是否应该都要被追究呢 所以他继续说 因此不能让小朋友 獨留在这些数码世界里面 如果呢 他真的这样说 跟我们刚才提到的 很多年前看到的广告 政府的宣传片 就说 独留子女在家属于违法 那为什么数码世界不是违法 接着他再问一问 保安局除了宣传和教育之外 会否警惕一下 加强一下 甚至要立法规管父母 不能够独留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 在网络世界 好了 接着邓局长 他回应好像有点问非所答 他是不是不熟元宇宙 或者他没有玩过这些游戏 会不会呢 很多人都没有玩过 元宇宙 有多少人会真的买个头盔在家 我想现在也不少 但是真的去探索 很花时间去理解元宇宙 是什么回事 我相信到目前为止都不多 可不可以叫保安局加入 Rainbow Six这些游戏 会训练战术 会训练战术 或是怎样 那邓局长到时就会认识 虽然Rainbow Six 你输了那天就会认识 这样 两边操纵的都是自己 有些假扮是很恐怖的分子料理 那邓炳强局长唯有怎么回答 有元宇宙警员 元宇宙消防员 和元宇宙保安局 没错 有一个叫做元炳强 可以吗 他再说 网上罪行和现实相同 也不会因为虚拟世界 免除了法律责任 也表示会和业界制定一些 冒实的指引 记者是冒实的 你看到元宇宙 整个宇宙这么大 不行 我们将在宇宙的边端 拉回来 先说一些冒实的 如果发现一些 个案真的违法的话 就会转介给警方 至于家长的责任方面 邓炳强就说 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如果涉及到疏忽照顾儿童的话 真的来说 是不是打机打到不知干什么 还是怎样 就会有法例 其实也是现行 也有的 会规管得到 规管得到就可以了 要什么又要立法呢 立法规管元宇宙 对不对 杜马世界又可能有另一套秩序 不知会不会他想说这一方面 不知他 不过这些立法会员 这么多有创意的 动议也好 议案也好 或者未来立法会做这些事情 想起都很可怕 如果是的话 我想家长也挺忙的 要不就 首先不要让小朋友玩 就是不要玩 爸爸我想打电话 或者我想玩PUBG吃鸡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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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叫我来组队才可以 爸爸你打得很差 这么快的事 你也不懂 我又来看着你 我看着你玩而已 因为PUBG吃鸡 就是四个人 一个小队 如果爸爸进来 如果爸爸不懂打 你即时就只剩下三个人 作战能力 对不对 你可以只是观察完的观察 看着小孩的玩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像那些暴徒那样说 我愿意为你挡子弹 哈哈哈 可以 这个议员很厉害 这个议员很厉害 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 我刚刚才想到 就是圆宇宙堂而服务 哈哈哈 圆宇宙堡而服务 好像之前有个议员说 每个都做大货 那些妻子做大货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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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做大货便不用失业 哈哈哈 那些妻子全部做圆宇宙堂而服务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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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除了大货便行 那些妻子做大货便行 哈哈哈 但是那些妻子阻止了他们在上面 嬉戏的情况 因为始终都是错了名额 这就麻烦一点 嗯 那怎么也好 希望保安局方面也要考虑一下 还有邓炳强邓局长也要与时并进 要了解一下这些网上的东西 虚拟世界的东西 就不要像这次这样 这次回答有点失色了一点 并不太熟 其实我有一个方法 你下次找一天去这位议员办事处 是元宇宙的办事处 元宇宙那个 对了 聊聊看看 先了解一下 然后再回到保安局 那些立法会的会议上面 再切磋 切磋 就可以了 哈哈哈 切磋 切磋就有了 切磋就有了 切磋 哈哈哈哈 有这么磋的议员 哈哈哈 说得很认真的 哈哈哈 笑得这么夸张 哈哈哈哈 事总啊 香港议会 都在元宇宙上搞的了 这么搞法 是不是 那些立法会议员 都是元宇宙议员 元宇宙议员 但是收钱 收元宇宙的钱 不要收港元宇宙 哈哈哈 哈哈哈 收那些加密货币 是不是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神經病 哈哈哈 搞错啊 這樣都行的 你是什么议员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哎 再说一次 吴杰庄 哈哈哈 是什么人有什么背景 你一说话这么好笑 消息救地球 哈哈哈哈 哦 这又是选委选委形象的选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了 今集我们暂时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